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讲不如说颂今天继续讲不缺诺而精进略说前面讲完了 今天开始讲广说广说分锁断和对质分两个可判 其中第一个锁断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不巧恶菩萨举之皆旧相苦相修菩提修行正法成长苦 是精进度难度者 那么这个颂词主要讲在我们学习行持大乘菩萨道的时候 以后菩萨当中有两种菩萨一种菩萨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一部分 既有智慧 也有悲心也就是说具有善巧方面的菩萨 那么他一方面能发心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同时自己也是通过不同的途径 就是认识发心 证悟无我 然后行持六道万行 从中始终也不会退转 而另一种菩萨他是不善于具有三巧方便 那么没有三巧方便的这些菩萨在修道过程当中出现各种违缘 什么样的违缘呢他们经常这样认为的 如果在具自二生七劫当中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无数个劫当中要发心 而行持六道度化众生而努力精进才能获得了无上的佛果 这是特别的长久这是我们可能个别的初学者 刚刚听到说要成就佛果的话在无数的劫里面要行持利他行 那么这个时候特别的害怕觉得时间特别长 同时也觉得在行持的过程当中不是土木老衰 包括自己的家人受用一切善根等等全部不顾一切 布施给乃至怨地之间的一切众生 这也是非常难以行持的事情 所以认为这是特别难做的苦行想 苦行想这两种想作为菩萨来讲 行持菩提道当中觉得很难做到的时间太长了 行持这样的苦行太难了从中这个菩萨在精进当中会退出来 所以这是在《大乘论》里面称之为协得者菩萨 这是懈怠的菩萨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精进的体相精进的定义就是喜欢善法 如果真正能欢喜善法那么行持这样的菩萨道也是不会有困难的 但是因为它心力不够的原因这样世间的成就 苦行就开始生起一种畏惧之心 那这样的话菩萨的道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都知道世间当中任何一个事情要做的过程当中 首先兴趣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连兴趣都没有的话 这件事情 这件事业完成不了的如果有了兴趣的话 比如说你跟一个朋友特别喜欢见的朋友如果想见到 或者跟他一起哪怕几百个公里可能你就觉得一点都不累 就没有任何痛苦的如果你觉得你想做这件事情特别不愿意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短短一公里行走你都可能不愿意 所以我们在世间当中所谓的兴趣也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因此具有善巧方便的菩萨来讲 他首先是有通达一切万法无有实质的无恶的智慧 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父母 把他作为所缘对境生起无比的大悲心 菩提心 就是大悲心这样的菩提心 以大悲心或者菩提心所摄持 以智慧空心所摄持的这样的菩萨 行持六度披上精进的开甲一点困难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在行持这种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种精进的心 精进的心你一定要对众生有欢喜心超度他们 或者我们度化他们度化他们要有欢喜心 我们都知道文殊菩萨的传记 普贤菩萨的传记 观音菩萨的传记 那么这些传记当中他们在生生世世当中 哪怕是一个众生暂时的利益愿意付出一切 这样的崇高精神在我们世间当中确实很难得到的 如果有了这样的精进那么千百万劫当中 受苦也不会有任何困难佛经当中也讲了 能为诸众生无量百千劫 受苦无邪怠 皆有精进骨 受苦无邪怠 皆有精进骨 如果为了众生千百万劫当中感受痛苦的话 不会有任何长远之心或者难心之心 没有的这就是无有邪怠者 我们都知道有些真正利他心特别重的一些 作为菩萨也好或者有些修行人 在他们利他的过程当中再怎么累 再怎么样辛苦 一点疲倦心或者痛苦心是没有的 如果我们在长远的世间里面遇到了各种恶劣的友情 这个时候很容易退失菩提心 包括以前《大智度论》里面所介绍的施利弗 舍利弗他讲有人要他的烟柱 然后他用手挖出来给他的时候对方不要 而且很嗔恨心 立即把烟柱摔在地上用脚把它全部拆坏了 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生起一种退失的信心 想 众生太难度化了你看他需要我的烟柱 最后我好不容易把挖出来给他 结果他自己也不用还认为是很臭恶的把它都毁坏了 这个时候他也是在显现上退失大乘之心 而发小乘之心也有这样的公案 所以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遇到性格特别不好的众生 我们在他面前可能容易退失信心 退失什么样的信心呢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会堵他 我再也不愿意跟他任何结缘 这样的恶行其实毁坏菩提心最根本的一个因缘 这一点大家也应该注意的 还有我记得在《大乘宝积经》里面 推失大乘的菩提心有四种因 第一种因一直恶之舍 你经常遇到恶友恶的间接行为颠倒的恶之舍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修大乘法 不修大乘法你平时跟小乘或者外道 或者世间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学说去接受 这样对你的信心很容易退转 我经常跟一些认识的居士也好 出家人都叫他们每天都是哪怕是几天当中不要间断 停课如果你长期都是停课的话 那么你信心不容易退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圈子 我想现在很多人独立自主的间接很少的 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这是第二个推失的因 第三个推失的因贪著自我生起邪见 始终是贪著自己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开导者 相续当中生起外道的邪见 这也是容易从大乘道当中退下来 第四个就是自己喜欢独修不愿意闻受大乘之法 有些人特别喜欢闭关闭关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你一定要接受大乘的佛法 同时你心里面要发愿利益众生 不然你跟谁都是不愿意接受 好像有一种不合群的感觉不愿意接受谁 这样很容易逐渐逐渐要么学小乘法 表面上看来你学大圆满密宗的法 实际上全是为了自己 以善知识的教言和这些都没有的话很容易 不过有些人说是闭关了发愿闭关一年 人们都认为真正是他已经闭关一年了 结果一年过后一看房子早就已经买完了 房子已经闭关了房子也没有闭关 也有这种现象但这个当然是一种特殊的修行人吧 特殊的修行人我们一般来讲的确也是要注意 上面的这四种推施大乘治心的四法 其实在《大宝积经》里面对佛罗娜尊者一一解答 这四个问题的广说如果有时间各方面因缘具足的话 我希望很多道友也应该多看大乘经相关的深深教言 这样以后你相续当中的菩提心也好空性正见越来越增上 不会变成就像我们这里面所讲的一样不善巧的菩萨 一听起了 哦 显宗当中要发这么长久的心 恐怕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没办法做到 马上信心推施下去了 我在说大乘菩萨道当中真的有很多 难以我们凡夫人想象的事情要做的话也推施信心 其实这是初学者来讲对大乘佛教的真正教义不了解的时候 会生起信心 如果你真正去了解感受的时候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痛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以精进心来行持 下面讲第二个要对治这种懒惰的心 对治这种懒惰的心从世间角度说明和从根基角度说明 有两个科判其中第一个 触发殊胜菩提心知或无上菩提见 作与今夜主意识当者明知心精进 那么我们要上面所讲到的这样的难心 长久之相和难心之相要断除这两种心应该有一种方法 什么样的方法在这里面讲了 首先我们对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然后受持菩萨戒触发菩提心 这个是每一个人最开始的发菩提心 我以前也讲过希望我们听课的这些道友们 人生是很难得的 我们来一次这个世界很不容易的 遇到佛法很不容易的 每一个人至少也是在善知识面前 诸佛菩萨面前要发愿 我最一生开始要利益众生 应该发起最初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很重要的 然后他这里讲了 如果要对着刚才上面所讲的这种违缘 从触发的菩提心一直到获得无上佛果的这个之间 这个之间如果你心里面把它做一 好像只是二十小时的一周夜间 一周夜间特别容易流失的一个时间来想的话 那么作为菩萨有智慧的 明智的菩萨来讲 这是真正的一种精进 有些人可能想这是不可能的 你看从发心到最后成佛之间那么长的时间 并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或者几百年几万年 不是这样的那么长的时间 怎么会变成一周夜间其实这是可以的 我们以前讲举手论的时候也说了 从时间刹那和城市刹那的角度来讲 也就是说从发心到最后世间佛成佛之间的 这个整个过程一件事情成功之间 你刚开始的时候我要成佛最后你成佛 这个时间不管有多长实际上是一刹那 也可以这样成为的那么我们也是同样的 任何一件事情如果真正要想从发心到最后的成佛之间 你要想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好好地思维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发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的 我们知道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成立在这个灵魂当中 也是没完没了的 有多少个时日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都没有感觉到特别长久 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发心的话 那将来也是无量的劫当中还在受苦 但是这个我们也可能不觉得很长远 如果这个不觉得很长远的话 那么成佛毕竟是有限的有些你要发菩提心的 这一开始短暂的时间当中遇到了一些殊胜的 像密法的一些成就或者说一些禅宗的 明信奸行的窍诀那这样不需要经过很多的阿尘七戒 你在很快的时间当中也是得到成就的 即使说按照显宗里面所讲的那样的 这种三个阿尘七戒也是有头有尾的 也是有开头的最后有接受的 所以这个中间的时间我们可以相处很短暂的 这样我们不应该生起厌倦之心 为什么我刚才讲了 轮回当中成立了那么长的时间都是你没有觉得特别长远 或者说很痛苦没有这样的感觉 那这样成佛毕竟是有限的 我们世间当中就像拿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的话 就像有些学生他不愿意读书 他认为学生时代太苦了 但是有智慧的父母他觉得虽然在你当学生的这几年当中 会有一些痛苦的但是如果不读书 你是一个文盲流浪在这个世界的话 你的一辈子都是很痛苦的这个是更苦的 所以父母宁可选择在短暂的时间当中 你受教育的痛苦但这样对你来讲毕竟是很好的 最后你读完书以后你在很长的一生当中 就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各种愚妙 同样的道理我们发菩提心和不发菩提心有很大的差别 有些可怜的众生他因为在轮回的苦难当中 已经习惯了觉得这样可能好一点 不然发菩提心是不是更困难 更痛苦时间那么长 那这个问题很简单的你看 不发菩提心 你如果成立在轮回当中 那更是无量无边的时日里面感受如是的痛苦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种披上精进的窥夹 一定要对整个度化众生和还有行持善法 要有一种荣誉之相我记得《小般若》 《小般若》里面想了对难性和苦性相不能利益 就是阿生气的众生 如果你对众生意想 乐想 父母想 自想等等 这样想的话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们帮助众生应该想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应该有这样的想才能可以做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帮助众生太痛苦了 这是太累了要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 这个时间是太难过了 有些人发了一年的心 发了一年的心 可不可以把我还一下啊 我已经熬了整整一年啊 一年365天啊 你想一想啊 一天24小时啊 我已经熬了一年的时间 你现在可不可以给我还下来啊 我说 你还下来干什么 你到底同不同意我还下来 我说 同意然后你就准备做什么 真的同意啊 我还下来了 可以玩吧 嘿嘿嘿 利益总是熬了一年啊 很长 所以我想真正是有利他心的话 对众生的饶益做任何事情都是不会困难的 就是麦彭仁波切举的例子一样的 比如说有些人看有利润的时候 他不会感觉到路途遥远而伤心 再怎么样困难的话他觉得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我们看到现在世间当中的有些老板 做生意过程当中还是能赚钱 赚钱的话自己有一种成功感 白天晚上怎么样累的话他还是精神很好的 觉得自己再累也是值得的 一看他的口气也可以听出来 那么同样的我们觉得真的是对众生有利 对众生有利的话在一切世间当中披上精进的盔甲 这是一点也是不会有困难的 所以我记得在《大宝积经》里面有一个教言也是很好的 如是诸菩萨 普为诸众生 能与一切是精进陪加粗是吧 粗是古代帽子的意思吧 粗是盔甲的粗 就是说能与一切是精进陪加粗意思是说 我们真正发了菩提心的菩萨 他为了不偏多地利益所有的众生 只要有生命你会去帮助的 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 所以我今天花钱帮助让他看医生 因为他对我的关心很好所以我今天去帮助 这个人给我关心不好 我说了说不要 不要帮助他 因为他给我关心 因为这个人是对我不情不愿的 也没有必要的 应该我要帮助的话 对我好的 对我有恩德的 对我有感情的 这些人我要去帮助这是片段的心 所以菩萨真正要利益众生的话 利益所有的众生无条件的 不偏多的利益众生 然后这个世间并不是说 今天我开心的时候我要去利益众生 今天我心情不好 我也不利益众生 有些发菩提心的人刚好吃得好 穿得好 身体各方面因缘比较具足的时候口口声声说 大乘菩提心 我要利益天下无边的一切 老母有情一定要度化他们众生等等 然后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恨这个恨那个 就特别伤心 甚至自己的亲生父母真正的父母在眼前 恐怕也是用各种态度来立马他们 会有这样的这种行事并不是真正的利益众生的 真正的利益众生刚才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能于一切当中披上利益众生的进行盔甲 这就是真正的利益众生 所以他这里已经说明了 如果我们真正想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的这颗心生起来的时候 其实表面上看来是三个二生积极 但实际上这是很短暂的一件很短暂的时事 就像我们自己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时间过得很快的 比如说以前汉地的善导师 他一天都是讲七堂课 别人问他为什么你讲那么多堂课还不觉得累啊 他说我用佛法来帮助众生心里特别开心 那我心里开心的话我不觉得累 也不觉得我时间很长 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应该想自己对众生的事情 如果真正想帮助他们觉得可能不会很累的 不管是你发什么样的心不会很累的 如果你觉得众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样做一点点消失也是很累的 所以我经常在想只要是为利益众生 可能不一定非要用一些真正的教言 或者你亲自去给他讲经说法 通过各种方式来可以利益众生的 通过各种方式来也可以开悟的 以前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重新禅师 重新禅师他早年的时候一直盗悟禅师 但是他一直很多年来 师父没有给他传任何的法 每天都是让他看财 提水做很多很多的家务事情 有一天他说师父你可不可以给我传一个真正的法 我在你的门下移植了这么多年来 连我一点心药都是没有得到 所以我现在心里很伤心 师父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写的 我一直给你传授信药弟子有点不激 说你给我传了什么法啊 然后禅师说我应该给你传了法吧 你每次给我断茶的时候我喝了茶 你每次给我断饭的时候我也吃了饭 每次你给我合掌的时候我也给你点头 那么这不是全部都是给你传授一种信仰吗 当这个话听到的时候说是重新禅师 当下已经开悟了 所以这也是按照有些教言来讲 可能称是善知识吧称是善知识 以前夏业瓦尊者也是一心一意地称是江阿瓦尊者 后来有一次到会的时候在露体间当下掌握了 这样的公案也是相当多的 所以我想我们有些要么是利他的发心很重要的 利他的发心其实不一定非要是佛经里面交往 有利他的发心给众生怎么样做呢 也许或者说没有违缘的情况下这个就变成了成佛这因 或者你直接对一只善知识或者修行大乘的空性法要 这些都是成佛之因每个道路不相同的 每一个窍诀都有他的殊胜性 因此我们应该想到的是什么呢 作为真正的大乘发菩提心的人来讲 一定要想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利他的心 利他的这种经济不要断的话 不断的话你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很容易的 不会困难的最关键的是 我们内心当中有没有利他的心 我经常这样认为的利他的心不仅仅是我们成佛的因 暂时来讲确实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今生妙妖就是大乘菩提心 大乘菩提心确实为什么现在全世界的 不管是东方人还是新方人都觉得 这是东方佛教最惊讶的菩提心 对我们现在的人类来讲是最无常的一种妙妖 这是心里的妙妖可是我们很多人类都得不到这种妙妖 而心里特别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没办法解决 我有时候看到这个社会真的什么都是矛盾重重 矛盾特别多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不像古代一样 古代的话人们都心里面有一种自主少欲之感 自己又吃的又穿的就已经可以了 没有过多的要求和希求 现在不是 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 我们这个世界上当中出的一些产品 像车或者说像房子 还有一些包括我们用的手机 电脑这些 这些是什么呢他们通过各种广告来不得不做 如果不做的话依靠这种技术有可能成千上万的人生存 你说电脑的微软也好或者汽车的任何一个公司 他们在这个场合各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 有多少个人依靠这来维持的 然后你这个产品特别特别过多的时候 人们带来了各种的一些污染 痛苦 包括我们现在世界上很多新闻也是这样讲的 汽车不得不坐不坐的话没办法满足客户的希求 而且很多厂里面的这些企业人员依靠这个来维持 但是你如果造得太多了那么每一个城市没办法接受 地盘只有一块小小的地方路只有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里面现在车全部都是系在一起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城市里面的人真的很矛盾 很痛苦 这样的大痛苦上上下下的人都是一种徘徊当中 都一种苦恼当中买车也不行的 如果不买车也是很痛苦的你需要挣钱买了车也不行的 然后买了以后你要加油包括车位 我看城市里面的很多人真的很矛盾的没办法的 然后你不坐车也不行的买了车放在这里也不行的 你要坐车的话不如走路好一点 每天都是晒车一年比一年痛苦一年比一年累 整个空气污染许许多多的这些痛苦 那这些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人们的我执 食指 因为有了这个我执对自我的维护太强了 上上下下的人都是为了自己而奋斗的 有了食指的话认为外面这些虚假的东西 全部都是石油的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不会有那种困难的 表面上看来好像你拥有这种财富很快乐的 实际上不一定的以前古代我记得有一个公案 有三个和尚到城市里面去花园 晚上住在一个旅店 当天早上的时候一个和尚有一把山 另一个和尚好像一个怪匠 有一个和尚什么都没有了结果他们各自到城里面去 到晚上回来的时候有玉山的人身体的衣服全部被淋湿了 然后有怪匠的和尚回来的时候一怪一怪的来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和尚已经轻轻松松的 身体也是没有什么来了 来了以后他们就分析他问了这个原因 因为有玉山的和尚他觉得我有玉山没有什么事 在今天下的雨那样的里面他就到处去 结果雨下得很厉害的可能玉山的质量也不好 全身都已经脱离了 然后有怪匠的那个他觉得下了雨以后 可能虽然地比较化 但是他觉得我有怪匠可能没有什么的吧 他随便走结果真的划在地上把脚折得一怪一怪的 然后另外那个人他觉得哎哟 我什么都没有 还是自己小心吧自己首先都是有一种满足之感 结果自己很清净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现在的社会来讲 以前什么都没有手机也没有 车也没有 但自己吃的穿的简简单单的过得很平安的 短暂的人生就这样轻轻松松就已经过了 那现在不是这样的你获得三十年的话 三十年的痛苦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多的 但这个唯一的妙要是什么 因为现在不得不与世寂静不得不跟着这个社会 你不做肯定不行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有空性的见解 如果一个人真正有利他性的见解的话 他可能会把握当前很多人们的迷乱现象 自己同时也应该该做的事情做 不该做的事情不做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受过这样很好的教育 一直跟着一些西方人跑 其实西方人在五六百年前 有很多人认为物质能满足人们的一切希求 物质当中认为获得一切快乐 他们就造了许许多多这方面的商业和企业的论典 然后同时依靠各种媒体来宣布 人们唯一带来的快乐是依靠物质来得到 但结果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西方的很多富翁 西方的很多一些企业家 到了最后自己已经该有的应有尽有了 所有的财产有的话最后到头来一看 其实物质也是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希求 最后他们也是回归到自然了 觉得人生还是平静才是真正的快乐 有这种感觉可是我们现在的东方国家 就是因为刚刚正在发展当中真的觉得 哦 买一辆汽车是多么伟大 很快乐 然后有一栋房子多么快乐 所以我看城市里面的很多人 真的是为了这些而奔波而苦了 而在山里面的有些修行人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可是山里面的修行人如果他没有修行的境界 他不知道自己的快乐 自己好像也是一种迷迷洪洪当中这样度过 我觉得也不合理的 应该知道大乘佛法最正的他的伟大之处 这并不是说有些人顺顺便便打广告 或者说有些虚垂才是变成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真正你能享受到它的美味的话对你的精神 乃至甚深事实利益无穷应该要懂得这样的道理 下面就是说从根基上角度要说明 若有所会须弥善随即将得大菩提 深焰卷行十七两二十菩提成二十菩萨成邪丹 今次显度有何难法刹那分善望心 智者菩萨心精精不救活佛生菩提 那么如果有人说毁坏须弥善才能获得大菩提的话 可能这个行者都自然而然会想 啊 这是太可怕了你看须弥善那么巨大 如是坚固难以摧毁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自然而然对他的心里面产生厌倦之心 并且他可能想这个须弥善是那么大的 多少年 多少时日 多少劫当中才能毁坏的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就产生一种缺弱之心 这种菩萨因为没有这种信量 没有这种勇气 这样成为懈怠者 懈怠者菩萨 为什么呢他失去了欢喜心 失去了兴趣 失去了欢喜心的话那你亲自做这个事情 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比喻 另一个比喻 比如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跟他说你把须弥善全部毁坏以后 你才能获得无上正等觉菩提的果位 如果这样一说的话那么那个人的信量很不错的 他认为只要是无上菩提能得到的果位的话 那么这么殊胜的果位啊我毁坏须弥善 毁坏须弥善的话迟早应该是有办法的 应该并不是很困难的 然后他觉得只要把须弥善毁坏 恐怕是不需要很多时间 他只要摧毁它有什么困难的 然后他想起来好像把毁坏须弥善作为一刹那之事一样的 他心里面根本不会有困难之相 所以我们经常也是讲作为真正的菩萨 他因为利他菩提心的力量太重 这样的原因他觉得利他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好像在《大乘庄严经论》里面也讲了 就是菩萨他想断 爱他果自爱 与他难时心精进其无难 意思就是说 菩萨因为断除了分开他人的想 爱他的心态远远超过自己的爱者 自己的爱者所以你要去度化他帮助他的这种事情 对菩萨来讲一点困难都是没有的 这样的精进心应该说菩萨来讲是很容易的 所以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 我们为什么说有些人帮助众生很容易的 有些人帮助众生是根本不能做到的 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他的精进心 一个是他的勇猛心 这样是帮助众生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有一点点困难有什么呀 我们看嘛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的时候 自己真正是有内心的帮助他人的心 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或者说世间再过长的话 他就不发觉不觉得累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态的话 做一点点事情确实也是很累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在这里也是讲了 如果你真正想帮助别人的话 那么摧毁须米山也是对你来讲一刹那间之事情 这是很容易的没有什么可退转的 应该想这是应该能做得到的 所以心里面如果有一种觉醒的话 世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也不会有困难的 我记得好像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很好的教证 人有不兴生 智慧心决定 如法心精进 所求事无难 如果一个人不顾自己生命的勇敢之心 用他的智慧心已经决定了完全是利益众生 那这样他在行持过程当中会精进的 会精进的话 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会有困难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些老师 他对学生的利他心思特别重的话 教学生多少年也是他不发觉到累 我们这里有些法师也是已经好多年来 给大家讲经说法 只要是讲经说法他觉得这是特别夸来的事情 但是利他心不是很具足的话 今天不上课那很好呀真是不上课 太好了 太好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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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不管辅导员 法师还是谁太高兴的话 可能不是很好的 如果真正我想我们上师如意宝 一辈子当中是这样的 只要讲经说法有时间有身体与血的情况下 任何一个人只要求法很快乐地会答应的 我们一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都感觉很强烈 上师的最伟大之处就是给别人讲经说法 为什么他是这样呢 因为知道讲经说法唯一对众生是有利的 其他我们给财布施 要财布施的话每个人一万块钱很快地花完了 不一定对他永远获得利益的 如果是发布施的话 哪怕是一个偈颂在人的心里面已经记住了 他一辈子当中都可以用乃至生生世世 利益是无量无边的 广大无垠的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们应该要想起来 就是利他众生的心的确也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成就之因阿底峡尊者的传记里面也是说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孟迦拉国的王子 后来度母给他收集说你当王子是痛苦之因 出家才是清凉之路后来他舍弃王位而到出家 出家以后也是在应该菩提加业吧 菩提加业转佛塔的时候听见有两个美女 像天女般的两个美女也是谈论菩提心 第一天谈论菩提心成佛之因 第二天转旁边的佛塔的时候 有一个马峰斗马峰斗还有一个乞丐的老妇女 他们两个也是讲自他平等和慈悲菩提心的一些利益 第三天转绕的时候他看见一只小毛雀 在观音菩萨的乡的乞丐上落在那里 观音菩萨给他讲舍弃自我而行持利他的教言 通过这样的教言 再次度母的授记阿底峡尊者知道成佛的唯一的因 证悟的唯一的因就是利他菩提心 前往印度利西亚金州大斯那里一直十二年 回来就开始真正生起了菩提心利益众生 后来也是度母的授记 如果来到藏地对藏地的无量众生是有利的 但是他的寿命建设二十年后来他愿意舍弃 然后来到藏地弘扬大乘法当时如果没有来藏地 阿底峡尊者也是住世九十二岁 但是后来七十二岁的时候也是实现圆寂 其实度母在他的一生当中也是一直以本尊方式来收集 我想度母对很多高僧大的传记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以前也讲过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也是 这是如果有时间 自己有信心的话经常祈祷度母 很重要的 祈祷度母的话 我自己认为确实绿度母也好 百度母也好 这个度母的加持非常迅速 麦彭仁波齐《八大菩萨传记》里面也讲了 末法时代的时候 文殊菩萨和度母的加持特别顺俗也是讲了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这样讲过的 所以度母很多历代大德的传记当中看来 也是非常有殊胜的加持力 前一段时间我们去德格也是当时参观应景园的时候 德格应景园是270多年的历史吧 当时在景园当中有一个壁画的度母像 他们称为这叫做说法度母说法度母 他们建立以后他们规定里面女人不能进的 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女人在应景园里面大声叫 说已经起火了让大家来铺卖火 大家都觉得这么一个女人在里面进去了 后来她们也确实看到里面发生火灾 大家都把火已经灭了 灭了以后壁画的度母亲自说法 你们以后放置的是火不应该是女人 从此之后成为说法度母 怎么说啊刚才说阿底峡尊者的故事 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故事以前法王如意宝 也是去印度金刚座转佛塔的时候 在印度金刚座佛塔的旁边有一个度母像 这个也是当时阿底峡尊者转绕的时候亲自说话 说你从印度到佛地要唯一地修持菩提心 所以当时上师如意宝将自己的念珠 就是挂在那个度母身上 后来过了三年以后应该在传记当中也有吧 过了三年以后很稀有地回到藏地 回到藏地以后有一天早上很稀有地 念珠已经飞回来了 所以相关度母的这种加持的确也是很殊胜的 所以我们行持大乘道的时候依靠本尊也好 护法身的加持同时自己修法的根本作为利他和不和 这就是我们学习薄弱空性的也是主要核心 下面 将以三轮天空清净方式精进分二 印制和隐形分两种 第一个是印制成熟众生心利益 若生欲以精进心存有我想称邪怠 愿一切知如天地 他这里下面讲的是行持般若应该是 行持般若 波罗蜜多的精进要无邪怠的 应该是最如法地去行持 当然如果按照生意地的见解来观察的时候 有执着的 有想的这种精进其实是世间法 并不究竟 这称为是懈怠的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执着我要度化一切众生 我要成熟一切众生帮助他们让他们获得福果 这样的执着也好 或者我用我的身体 语言 我的心来开始度化众生的 这样的精进其实是有我执的想 只要有我执的想那么这是从究竟的 生意的境界来讲只是一种懈怠着 也就是说精进的违品执着的违品 原因是什么呢 他并没有完全能达到一切万法皆空的境界 已经堕落于远离一切执着的违品 也就是说真正的境界对他来讲是没有行事 因此以获得佛果还有天地之缘 天地之要 非常耀眼所以佛陀在《法句经》里面也说了 若起精进心 失望非精进 如果起了一个我要精进的这样的心的话 它是一种妄性 不是精进的 若能心不忘 精进无有虚 如果心就是不忘念 如果心没有忘执 没有执着的话 那个时候你的精进才是真正的没有虚妄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讲到般若空性的时候 最后还是要达到三轮体空的境界 如果你有精进的执着或者你有体向的执着 当然我们从世俗当中来讲这是可以说精进 我天天晚上不睡觉 白天不懈怠 每天都是特别特别精进 连吃饭的时候一边看书一边吃一个特别大的包子 那这样我们算不算精进呢 就是肯定算是精进啊 你一边吃包子 一边看书那这不算精进是什么 但是从生意当中来讲这叫做懈怠债 这叫做懈怠债 下面讲隐形 十无身心 众生想 灭想知行持不二法 佛所思求极不思 打菩提者精进度 那么下面应该行持的应该行持什么呢 就是你行持精进行持的时候 如果行持没有身心之相没有众生之相 灭了一切相而行持不二法 那么这种大慈大悲的唯一利他的佛陀 真正是希求极灭的 不退转的大菩萨的 大菩提菩萨的精进波罗蜜多 这是特别难得的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到了一定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智慧 所有的食指 所有食油的东西 想也好 执着也好 身口意的善法恶好 全部都破灭了 全部都毁坏了的话 那就是真正的解脱就像月城论师也讲了 毁日破处 诸弥暗 智者打空即解脱 就是用智慧的热论破除世间当中所有执著的黑暗 那么你的智慧已经达到了空性的境界 这就是真实的解脱 若能不得一切即是无上精清净 这是应该在《大极经》里面讲的吧 如果能不得一切法这是无上的精净 这个经的后面还有什么呢 后面说是如有如是精净者 不增不见如虚空 如是即是大菩萨进行精净无所谓 如果真正能行持这样的精净 一切都是不增不见就像虚空那样的境界 那这种菩萨真正是大精净者 不像刚才边吃饭的时候也是边看书 背诵 有些是一边炒菜一边法本放在这里 如是三生一边背诵 我听说我们这里有些法师以前都是一边炒菜一边背诵 还是很随喜 真的是 我们刚刚来到佛学院的时候也是很精净的 确实很精净现在想起来还是回味无穷 觉得很好的 我看我们这里很多道友也是不管是吃饭也好 炒菜也好还有很多很多比较感人的故事 这是在世俗当中来讲应该算是精净的 但是在生意当中来讲真正的境界是什么呢 就是通达一切万法皆为空虚这是大精净 没有这样的你对执著特别 越修越执著越痛苦 基督心也越来越大嗔恨心越来越贪心越来越大 吃心越来越重所有的烦恼一天比一天重 那这样的话这不叫精净的 真正的精净就像《大圆满十相宝藏论》里面 专门讲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时候就认识了心的本性 认识心的本性的话虽然我现在是凡夫俗的 但是当我的身体一离开 室友的身体一离开的时候就像是大鹏 大鹏它在胆口里面的时候 其实这种大鹏载它能胜负所有的龙王 当它的胆一敲开的时候马上飞向空中 飞向空中当我们的身体一离开的时候 就马上自光明和目光明融入一体 完全都是认识自己的心的本性 直接获得了普贤如来的果位 所以在我们密宗当中也是确实有很多很多 特别殊胜的窍诀这种窍诀我们现在凡夫因地的时候 依靠前面的强行一些次第法门的基础上可以行持 当你行持的时候真的是直接用上显空无二的境界 这是我们在中观 般若当中讲空性 《宝行论》和其他第三传法论的 像《佛际经》这些经里面讲光明 但是在密宗当中这两个融合一切 通过一种窍诀方法来让你认识 当你认识自己心的恰那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空性和光明认识完毕 在那样的境界当中进行修持不久的将来 当你身体的家合一离开的时候 就像刚才用大鹏的比喻一样 可以在无有任何执著的法界当中 自由自在的解脱的傲向可以这么说 所以现在我觉得在获得人身的时候 应该要得到一些解脱的窍诀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窍诀有 显宗的窍诀 密宗的窍诀 真正是对自相续获得解脱的 许许多多的殊胜构言 这种构言对每个人来讲 应该是远远超过世间的金银财宝 今天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